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统蔡英文表示 李前总统在台湾民主历史上的贡献无可取代 他的离世是国家的莫大损失 请问您对被誉为民主先生 被支持者称为台湾国父的台湾第一位民选总统李登辉 对台湾的贡献 以及李登辉之后的台湾建国运动的前景有何评论 谢谢 民主这个词本来就是一个统战性的词 我们要注意民主这个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 并不是普遍受人赞赏的 即使在英国也同样是这样 之所以现在变成了一个神圣不可体会的词 是因为在二战时期 它是东方阵营和西方阵营唯一能够接受的最大公约数 所以像所有的最大公约数一样 它的含义也被变得很模糊 政治的实质主要是核心利益集团的博弈 而核心利益集团总是有外围的 外围的范围扩大到什么程度 共同体的边境就能达到什么程度 核心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需要有意识形态动员和大义名分 因此民主是经常使用大义名分 当然历史是一个再生成中的过程 利益集团的博弈经常是你上我下 由于利益集团的博弈是复杂的 又是国际性的 它像是我们知道三体问题都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 那么如果不是三体而是三百体或者三百万体的话 历史上真正的博弈主体经常是三百万体甚至三千万体 所以它本身是没有确定值的 历史形象的塑造包括历史定论本身就是这个博弈过程中的一部分 民主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词 所以大家就勉强暂时接受了这个词 当然这并不见得符合李登辉本人的真实用意 也不见得符合以后的历史发展 当然所有人都希望从李登辉这个现象当中 开发这个现象 开发李登辉的形象塑造 以此得利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中国公知开发李登辉 必然是开发和平演变牌 希望把开放党禁 主动放弃选举的这一套现象归功于李登辉 然后用它作为广告 来为自己在中国内部的政治演变当中争取发言权 这当然也是自古以来的事情 古代儒生 汉代儒生 大谈三代上吕 其实也是这个用意 意思就是说 秦汉以来的皇帝各种不好 只有三代上吕的圣君才是我们效法的榜样 而三代上吕的圣君的解释权是由谁掌握的 由我们儒生掌握 皇上您不听我的话 那就是不符合孔子孟子皇帝周公的理想 然后 邓小平以后的改革开放时代 体制内和体制边缘地区的公资们 采取的是类似的这个策略 只不过把三代上吕和皇帝周公改成了西方民主 当然蒋经国和李登辉都是他们开发的对象 其含义不言而异 皇上请您学一学他们吧 您要是学了他们的话 我们会像今天颂扬蒋经国和李登辉一样 好好的颂扬送上你 我们知识分子别的什么也没有 就只有一张嘴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有兵的出兵 我们只有一张嘴 我们只能答应您 如果您听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你的好话 如果你不听我们的话 我们就说你的坏话 这种策略说起来很无聊 跟国有体事业单位里面那些机关传达师大爷和被丈夫和男朋友抛弃的半老徐娘采取的做法是差不多的 我可以照你的谣言 我也可以拍你的马屁 但是正如我们都看到的一样 大多数掌握实力的人就是武力和今天的人 并不怎么在乎你说他好话或者坏话 而更多的在乎结结实实的真金白银和枪炮武力 喜欢听别人好话坏话 一般是比较软弱或者偷了不大清楚的人 所以知识分子宣传一般都不利用 就台湾方面来说的话 李登辉在阵营渐渐明显以后 他的形象已经发生变化 他已经不再是八九十年代 民主化这个称号能够涵盖一切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共识 而渐渐变成了未来可能出现的台湾民族国家的先驱者 因此也就必然会变成一个打入国民党内部的叛徒 从内部颠覆了国民党体制的叛徒 现在2000年以后 李登辉在台湾居民当中的形象已经变成这样 他不再是国民党领袖 而是蒋经国瞎了眼 从日本防民中选拔进来 结果从内部颠覆了国民党的一个危险人物 但是这已经是他们失败以后 在台湾本土人这一方面 由于过去的台湾是殖民地 它的上层特别是至关紧要的军事贵族这个阶级 是由日本人替他们担任的 再加上一些高杀义勇对象的角色 台湾本土的军事化程度很低 军事化程度很低 就意味着国家建构当中缺了最关键的预防 台湾本土社会的精英是中产阶级 就是他们所谓的山师 医师律师教师这些人 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不大使用武力的 因此他们通过民主方式 民主运动的实质 民主转型的实质是分享权力 跟过去掌握武力的统治集团分享权力 新兴社会的中产阶级 跟过去掌握武力的军警县特机构分享权力 这个分享权力的过程 被称为民主化的过程 当然这这个过程 之前中间和之后真正的社会边缘人和无产阶级 过去现代和将来仍然会是一无所有的 这是世界历史史经济危机的体论规律 但是民主运动和民主建构有个根本性的不同 就是民主建构必须产生自己的军事政治性质的上层阶级 不能仅仅满居中产阶级分享权力 如果是在既有的民主国家的框架之内 出现中产阶级要求分享权力的运动并获得成功 这就是经典的民主运动 那么它是不需要再往前进一步了 但如果是民主建构的话 这一切都是不够的 他们必须创造自己的军事阶级 所以李登辉说自己是摩西 这又意味着后来还有负责打仗的约书亚 台湾民主国在这场建构成功 李登辉要变成国父 今后就要需要能够打仗的台湾民主领导人 但是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一定成功 所以李登辉的形象 像所有历史人物的形象一样 都还处在薛定额李登辉那种状态之中 台湾民主国家创建成功以后 他就是摩西和国父 不成功那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民主领袖而已 香港国安法颁布之后 成立的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 于29日下午30 以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第20及21条 即分裂国家罪 即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 拘捕了三男一女 年龄16至21岁的学生 其中包括去年参加上海民主党和伊丽夏提 共同举办的2019华盛顿独派大会的港独组织 学生动员 前召集人钟汉林 该组织于国安法颁布前解散 其国外党员上昼在社交平台 宣布成立主战港独的组织 创制独立党 请问您对香港国安法 那前学生动员祭刀 港独人士钟汉林等私人 成为第一滴学 有何看法 谢谢 那就从他们自己的做法来看 应该说这是他们的极大成功 只不过这样要把他们自己当中的很多人 在一代人的时间内 当作人血馒头来利用才行 像他们所建立的这样的政治组织 在正常情况下 如果是在加州建立的话 恐怕是根本就没有什么关注者 有几百个人或顶多几万个人随便浏览一下 就算是折腾二十年也不计得上不了媒体的 但是一抓一闹的话 就变成通国兼职 甚至全世界都知道了 因此香港独立 现在在全世界的媒体流行库当中 自然而然变成一个极好的形象经营话题 而且被逮捕的又都是学生 所有的媒体都报道出十几岁的学生遭到逮捕 这样的舆论导向本身就是对他们的一个极大助力 所以实际上除了他们留在香港那些人 可能会因此倒霉 但如果你把他们整个政治组织当作一个由马基亚维利能力的政治机构的话 这样的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这样的投资为他们在未来占据了极大的地位 只是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到底是一个中产阶级性质的普普通通的学生抗议组织 哪怕是现在虽然还不是 但是将来可以在斗争当中逐步培养发展成为 一应和的马基亚维利斯政治组织 如果是前者的话 他们还利用不了现在这样的资本 只是为人做价一场 香港独立虽然变成全世界的流行词 但是能够开发利用香港独立 要获得收获的人不一定是他们 获得收获的政治主体不一定是他们 在后一种假言之下 他们能够以足够硬的心肠和足够冷定的分析能力 利用现有的局势的话 他们将来自身可能会变成收割者 只是第一代人和留在本土的人 可能要当一当劣士 为后来人的收割做出牺牲 就香港本身的机构来说的话 我相信它对香港民主主义者在纽约的行动 不会是很关心的 需要关心这一点的是中国共产党 而不是香港的行政官员 香港的公务员 而他们的工作作风讲究的是细节上的工作能力 而政治上的视野这是盲目不忍的 执行起来是相当呆板的 认为多多少少是秉承过去行政中立 技术中立的原则 觉得这不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办成什么样子都是他们的政治主公 应该替他们负责的事 跟他们自己也没有太大的关系 所以这就涉及到香港建制派本身作为一个傀儡政权 和他们幕后的阿爷 也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国际恐怖组织之间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国际恐怖组织 作为苏联国际恐怖组织 在今天远东的一个残留 它有丰富的历史经验 它知道过去共产国际还在的时候 以及共产国际的支部在上海香港进行各种活动的奥妙 本地威权政府边强莫及的海外组织 和本地的群众运动学生运动相互支持内外夹击 利用威权政府本身机构有限 社会动员能力有限的弱点 不是依靠自身的优点 而是依靠开发利用对方的弱点 把对方逼入绝境的经验是非常熟悉的 从他们的眼光看来 作为中共傀儡而存在的香港建制派政府 正是一个典型的威权政府 它继承下来的国家机构是极小的 它没有群众组织和群众动员能力 它依靠的就是现有的正规的警察和公务员 而这些人的办事程序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是机械的 呆板的 不灵活的 不能够做到马基亚维子主义的随机运建 因此他们会感到如果依靠香港本土建制派的办事方法的话 结果很可能实际结果等于是哑口自重 打击对方 而且没有打击到对方的命根子 对于中共来说 一个组织有没有海外联系的关键 没有海外联系可以睁眼闭眼 如果有了海外组织的话 那么就一定要消灭它 因为后者危险性会大增 所以中共如果看到有海外活动的组织会觉得这种组织比起同类的 在网络上或者在社会上随时都会像泡沫一样冒出来的数百个数千个类似组织当中会是更危险的 必须消灭的 而香港建制派本身从他们自身的角度来讲 则恐怕不见得能看得出来这一点 所以我们可以合理推寸 就是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政治组组提供了政治动力 而香港建制派及香港公务员组织包括香港警察 只是提供执行机构 而中国共产党自身在香港的执行机构不够 或者自身的组织资源 在中国境内和香港境内都有极限 都有不能扩张的苦衷 因此尽管它有强有力的政治动力 却必须依靠香港政府留下的旧机构替它办设 这一点会变成今后至少一两年之内中共的一个最大弱点 这个弱点其实并不新鲜 是中共刚刚渡江以后 在上海了长沙和它通过协议占领的那些 但还没有来得进行政反土改和各种社会改造那些旧的白区面临的重大困难 在新的干部培训班培训好接管政权以前的那段政治真空 中共面临的困难和他们在现在香港面临的困难 技术上讲是非常相似的 就是他的手脚是依靠邓小平所谓的那种旧社会留下来的基层组织 这些人工作能力和工作方式都不能适应革命的需要 因此完不成相应的任务 现在的情况很明显就是这样 国安法所依靠的机构还是香港旧政府、旧人员依靠的那些机构 它的工作方法脱不了旧社会的做法 它做不了斩草除菌、做不了社会动员 反而采取了在对敌对势力的打击还没有达到致命程度的情况之下 已经替敌对势力做好政治宣传 而且如果敌对势力足够精明的话 他们已经做好了海外的备用组织 可以让自己的核心人物和核心组织在海外安全地发展 利用中国共产党对它进行的政治宣传 筹到更多的款 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力 同时把本土的机构转入地下 转入社会运动的层面 使距离于办事程序的香港政府机构 很难按照他们原来的办事方法抓到它 而要他们学会像苏联的反间谍机构 间谍机构那种深入社会的做法 香港社会的成熟程度 或者是干脆地说被格式化的程度 又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 在这个窗口期 就是中国对香港进行社会改造尚未成功 而自身的港独组织 自身的海外组织已经相当完善 进退可斥的关键性窗口期 正是对港独组最有利的 他们如果适当加以利用的话 虽然不见得能够赢得战争 但是却可以大大地在以后几十年的世界政坛中间 增加自己的话语权 和最重要的是 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和相应的筹款能力 如果他们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 那么过上几年以后 中国对香港社会本身的格式化 有了进一步的成就以后 这样的机会就会渐渐消失 所以现在的情况 对于香港政府机构 包括国安法制定相关机构一样 来说的话 等于是他们的最后一点日子 他们就相当于是 上海公布局的旧公务员 被沉溢的上海市接管以后 作为改造和利用的对象 过不了多的就会被山东老干部碰病 而日子已经是非常有限了 对于正在接管和改造香港的共产党干部 和企图摆脱旧香港 建立一个 建构一个独立的香港国家的港独组织来说的话 这就是考验他们马基尔维里能力的关键时刻 最近海外公资乔木 自今年三月期 在中国发表美国疫情日记 被一些网友嘲笑 在中国骂中国 在美国骂美国 完成从反共到法美的华丽转身 同时也赢得了大陆网友的大量点赞和打赏 可谓名利双收 无独有尔 另一位民运人士李伟东 昨天在推特上说 中国和中国人民近40年来 也就是从1980年以来 既受中共的压迫 也受美国的剥削 请问 乔木和李伟东 从反共发展到反美 是个别现象 还是大一同中国主义者的必然 谢谢 我想这个 与其说的意识形态是次要的 意识形态背后的利益格局 才是最根本性的东西 大与同主义这个意识形态要寄生 也是有其他相应的利益格局的 它反映的就是 相应的 依靠中文权产生出来的 这批政治知识分子 实际上是 他们能够寄生或存在的生态位是尽此而已 从技术上讲 最关键的问题 也无非是一个金钱和武力的问题 以前苏联克格勃在对海外的白俄侨民 经营的时候就发现 从理论上讲 白俄侨民往往是 被苏联共产党剥夺了土地财产的 旧资产阶级 地主阶级 贵族阶级的后裔 或者是社会党当中的政敌 或者是跟苏联共产党有仇人 应该是最仇恨苏联共产党的 但是在克格勃招募间谍过程当中 海外的东正教社区 其实是最容易招募的对象 这个原因也很简单 招募间谍这件事情 是不看你主观意愿的 而是看客观条件 什么叫客观条件呢 就是社会边缘 无法融入本土社会的边缘人 是最容易招募的 因为他在本土社会是没有希望的 而白俄侨民当中 如果像纳伯科夫那样 就变成美国作家 那是例说 有很多俄国侨民 特别是那些坚持自己跟在俄罗斯 总有一天我们到大俄罗斯去 推翻布尔西建国的那些人 他们本身是不抱融入西方社会的希望 和一心想要回到俄罗斯 在他们自身建立的小社会当中 拷贝了一个袖珍的俄国 因此他们在西方社会始终是另类 然后时间渐渐久了 反攻复国的希望渐渐消失 在西方社会的生计地位又渐渐边缘化 而过去作为上等人的价值 和相应的开机就降不下来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才特别容易被克格勃收买 一个逃亡到巴黎的 像弥勒将军周围身边的那些人的白俄军官 他如果索性到 去做了一个巴黎出租车司机 然后子孙后代变成法国人 那么克格勃很难收买这样的 但是如果他在里昂建了一座将军府 坚持他说是大俄罗斯志愿军的西路军总司令 身边还像吴会胡一样 设了八个参谋库 有一大帮人等他养活 每年开支八十万法郎 比巴黎一个国会议员的开支还要大 在法国从事任何中产阶级的职业 都挣不到这么多钱 唯一的希望是将来回到神圣的俄罗斯去 恢复主业和做上政府高官以后 可以敞放的钱贷 那么他会怎样呢 他自然而然的不断地债台高筑 总有一天资产阶级法国的法律 会不管你是反共义士还是苏联间谍 会命令你还债 然后在你还不上债的情况之下 把你送进一债务人监狱 这个时候任何人愿意资助你都是你大恩人 也许他主观的是想要哈同或者是一个西方资本家或者是大俄罗斯的有钱人来支持他 但是实际上愿意拿出八百亿金法郎来支持他的人只有克格勃间谍 因此这样的人恰恰会迅速地落入克格勃间谍的网络之中 像上海的刘夏钦就是这样的人 他就是因为经常做俄国买卖 最后变成了俄罗斯东正教徒 然后卷入了俄罗斯东正教社区的反书活动 变成了上海东正教社区的核心人物 然后就在苏联对上海东正教社区的统战和银弹进攻当中落网 对于他来说很简单 就是苏联继承了过去俄罗斯帝国的所有商业渠道 你还想继续发财吗 那么你就要跟苏联搞好关系 接下来的罗络就很简单了 商人上帖如此 作家知识分子就更不用说了 你只要用汉语写作的知识分子 他的出版面比用俄语写作的知识分子更窄一些 你只要封闭他的国内市场就能操纵他 例如高尔基 高尔基是红色作家 他有很多年 虽然经常是住在意大利的苏联托和其他地方 他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 他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名声在西方或者百岁收入 所以他后来跟列宁吵架的时候最后向列宁屈服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他身边的人就是他的情妇 这个人也是一个跟布尔什维克有血仇的白俄贵妇 但是他是高尔基的情妇为他的男人经济利益着想 他对高尔基身边的人说 我们要为高尔基着想 他如果跟苏联闹翻了 失去了无产阶级作家的头衔 他在西方的书就别想再卖了 他的经济生活 他这个贵族一辆的生活水平 我们也是无法再维持 因此高尔基必须向苏联低头 高尔基尚且如此 像乔木李伟东这种人 段位比高尔基要低的多少 就算他们原先真的是异议人士的话 那么李敖和白先勇 他们曾经面临过的命运 很明显 还有无数台湾歌手歌星都是这样的 我如果跟中国共产党搞好关系 他只要高台下贵手 让我的书在中国发行的话 十亿读者当中 我搞出几百万几千万 那里面发大财 台湾只有几千万人口 又有这么这么多作家 台湾就因为出版制度的缘故 作家人数还要比中国要多多 因此市场分个要难多 我在中国发的财 得到的观众读者 比台湾要多出几百倍 我为什么不给中国搞好关系呢 拿到这笔钱 然后在理论上讲 我在说国民党如何不好 民进党如何不好 这个理由总是能找得出来的 我们要深刻认识到 人性的卑鄙和软弱 人是很容易把自己的 出于贪力 或者是畏惧风险而采取的行动 加以合理化 再加上全世界所有人都是有弱点的 我首先觉得我出于现实利益的角度 非得跟共产党搞好关系不可 然后就会觉得自己有点卑鄙 这样违反自己原理怎么行 然后第三步就是试图自己说服自己 欺骗自己 说我哪里是违反原理 我是公平办事 我看到美国有这么多错 台湾有这么多错 我很公平地批判他 要知道凡是人都是有错有罪的 地球上就没有实践是美人 关键实在于 等于说是哪些人的罪和错更多一些而已 我如果用放大镜看美国的错 我肯定能跳出来 然后对中国的那些错 我至少视而不见就行了 然后我专门挑美国的错 然后我就可以是自己亲爱女的错 我是公平的 我是只是看了美国错 在来批判美国的 同时实际上我从中国 捞到很多好处这些事实 在我看来就不是一个卑鄙的事情 而是我发自良心的事情 良心这个东西和所有虚头巴脑的 国民性批判 意识形态 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都是完全靠不住的 人类受到下半身驱使的程度 通常是超过我们自身愿意承认的程度 如果有些人没有受到这方面压力 那么至少有百分之七八十以上的情况是 他自己并不处在受到这种压力的情况之下 汉语比俄语更加边缘化 俄语好歹经过普希金·莱姆托夫后一百年 在西方有了一定的读者 汉语读者在西方哪里有呢 所有的用汉语写作的知识分子 如果他需要实际收入或者需要观众平常的虚荣心的话 最大的群体都在中国境内 只需要开一开开关和关一关开关 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操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行为 像梁素明他们在香港被地下党操控的时候情况也是这样 这种情况是自古以来的 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 你自己以为你的思想很精辟 但是其实大多数的思想都是可以拷贝的 拷贝到七八成 在关键时刻一两成配合共产党 我们就可以培养出你的替代人选 让你在舆论场失去支持者和观众 然后你就会变成一个孤零零的住在歌楼里面 根本没有读者的边缘人 所有的文人都是害怕这一点的 当然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推测 我推测乔默是这种情况 他在中国的时候 他以为全靠他自己的本事 但是实际上他是依靠共产党对他的咬龙式的宽容 维持他的自由派工资的身份的 到了美国以后 只要切断他跟国内这条线 上述的高尔基斯开关找到他的手里面 他见证就寻复了 至于在美国你做一个就算讲英语的知识分子 你的地位都是步入一个农场主或者管制工的 绝对没有说是中国士大夫习惯于想象那种 我们是知识分子的高人 全部无论是统治者还是人民 都要把我们当作帝师来崇拜这种现象 何况是讲中文的 他混了几年以后 渐渐地混不下去 发现自己连苹果都买不起 然后自己又是如此的知识甚高 要维持自己想象中的阶级地位和现实中的生活来源 他渐渐地一点也有屈服 然后为了给自己屈服寻找理由 渐渐地就发明出一套美国如何如何不好的理论出来 这一步是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 知识分子本来就不是什么重要的任务 你过去做工资 别人把你当英雄崇拜 你得到的东西都是自己不应该有的 现在你只不过是把你自己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作为风口上的猪不应该得到的东西 一点一点吐出来 李伟东我认为他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干部 他表面上跟共产党发生了分歧 跑出来 然后在纽约办杂志 接管了民运中很大一部分 根本上就是白区党派他出来 用来收编被打散的民运的散沙的 理论这个东西是很简单的 纽约华人知识分子早就犯滥成家了 能讲出一点理论的多的是 但是能够办杂志办组织 这些背后都是需要钱的 纽约民运根本没有钱 整个华人社会所有知识分子全都是没有钱的 有钱的人基本上都是跟中国做买卖 两面人色彩和匪夷色彩特别浓烈的白区党商人 能够弄出这些钱和资源 而且是从北京来的 只要北京和地下党给他们提供相应的资源整合 是建立这样的奎雷组织非常容易的 我认为李伟东是属于这种情况 因为他不是像乔木这样的个体户 他是有组织而且能够在相当长的情况之下 相当长的时间段内维持自己的人员班底 杂志社和相应的组织 能够做到这些的就现在最近这几年的政治形势 和纽约华人社会的幕后的阶级格局来说的话 不可能没有白区党后面的支持 所以他说的话基本上是为了泛散海外的反共势力和替中共做外宣而说的 当然这并不因为他说的话一定是不对的 例如他说中国人民既受共产党的压迫又受美国剥削这一点本质上是没有错的 只不过要说明一点 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实际状态就是张献忠的口中肉 所谓被美国人民剥削 简单地说就是能够得到美国资本家心目中意味着那种劳工待遇 对于广大的张献忠人口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阶级进度 例如九十年代那时候我正在上大学的时候双休日开始推行 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动机 现在我知道那是美国人的要求 因为美国的劳工和消费者有相应的权利 所以中国要想进入世界市场必须在一定程度向美国妥协 因此所有中国人的福利都因此而得到提升了 也就是说按照鲁迅的说法就是 从坐不稳奴隶的时代变成了坐稳奴隶的时代 由坐美国无产阶级都没有资格的张献忠、蔡野人状态 上升到有资格坐美国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了 而且甚至夺走了川普得到选票的绣带地区 很多美国工人阶级的工作职位 这一点可以说是黄恩浩大 就像是大清国的乳生所说的那样 我们本来就要被张献忠吃掉了 幸亏大清皇上一路杀了过来 杀了张献忠 让我们的头上继一根辫子而活了下来 真是黄恩浩大了 所以中国人民因为得到了被美国资本家剥削 而享受美国工人阶级的福利待遇和安全保障这个机会 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黄恩浩大之处 但是这个毫无疑问是一个帝国主义行径 而不是自由民主 因为中国人根本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中国人受共产党压迫也是这样的 这是分阶级的 旧的统治阶级 例如北洋时代的各省军阀 以及依附军阀的地主资本家 或者是依附国民党的地主资本家 对于共产党来说 这是绝对的损失 我们过去是统治阶级 妈的现在你把统治权剥夺了 我怎么说都是吃亏的事情 对于广大的人民来说 被这个统治者的手里面 交到另一个统治者的手里面 完全看他 这个统治者提供的安全保障 是不是合格 而由于中国一直是一个附庸性质的国家 是附庸于外国帝国主义的附庸国 所以附庸国政权提供的安全保障的好坏 实际上是直接取决于民主的 例如北洋政府显得比较民主 明初的各路军阀显得比较民主 是因为他们的代理人 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显得野蛮 是因为它背后的主人是苏联共产党 而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 变成一个苏联共产党残余而仍然存在 但是太上皇变成了美国的组织 因此在美国太上皇的恩惠之下 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也明显地有所改善 对于广大基层的人民来说 所以他们受到中国共产党压扶这件事情 也是分两期的 他们得到的安全保障 能否抵偿他们失去的安全保障 在作为共产国际支部 做毛泽东时代 这两者是不能相抵的 就是共产党给他们带来的危险 超过了共产党的安全保障 共产党尽管提供了治安 防止他们被普普通的强盗杀害 但是同时又不断地搞政治运动 使得不像是以前的独裁者统治下 不关心政治的人不会受迫害 只有关心政治才受迫害 连普通的家庭妇女都可能被打成反革命 安全方面受到的损是大于收益 所以肯定是受到共产党压扣 但是共产党作为美国附庸存在的这个阶段 多多少少又恢复了一部分 就是只要不直接干涉政治 只是斯塞尔所在的风量化 很大程度上不会受到打击这种状态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所谓的压迫也是既有压迫又有保护这一点的 当然黎北东能够这么说 也是利用了民主理论的弱点 民主理论认为人民是永远正确的 但是所谓的人民 华盛顿将军所谓的人民是 像美国殖民地居民那样 每个男人手里都有枪 自己为自己提供安全的人民 而不是像是大清国的降奴这种 自己提供不了安全 非要满洲兵提供安全的人的降奴 降奴没有能力提供秩序 它依靠别人供给秩序 并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所以对于降奴来说 压迫和保护两者之间是密不可分的 你去掉这个压迫 自己又没有能力保护自己 只不过是寻找另一个压迫者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李伟东对中共和美国的评价 其实是正确的 尽管他自身至少照我的意见来看 基本可以肯定是白旭党 但是白旭党有的时候说法是正确的 这个就是其中之一例 谢谢刘仲敬先生的精彩评论 谢谢屏幕前的网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